好 柯文哲他這個田園城市政策 才剛剛說過要在人行道種菜 現在首先推動的是讓校園變成田園 前兩天在臉書上面PO文講到這件事情 今天馬上召集各個學校的校長去上課 學習怎麼樣推廣計畫 並且推出每一校每年11萬元的補助 讓台北市的學生也開始學種菜 這個 對啊 那個 你自己袖子拉 滿手泥巴開心因為小菜譜 除去雜草大自然的學習生動在眼前 那校園圍牙外的是總統官邸 財政部中正紀念堂 可是新政接下來就要讓台北市的校園 變得不一樣 好 來啦 農學指標 田園指標 19號到台南湖山國小參訪 柯文哲對校園農場很有感 更在臉書PO文強調近期要推動田園城市 走入校園 效率至上三天後立刻召開學習說明會 要校長們通通來上課 男生先坐 跟你們講 北市裡面學校的點是最多 如果每個點都變成一個城市的 基本的基地的話 它就會成為一個城市國立的來源 推動田園城市 讓學校能夠扮演角色的一個重大意義 北市各校校長 老師認真聽講座 專心做筆記 未來台北市田園城市校園版 開放申請到2月10號 每校每年可以補助11萬 讓學生們開始學種菜 帶著孩子 我們透過課程 透過長期的課程 每天做觀察 這是最自然的 最生動活潑的課程 那些費用是還OK 但是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要整地 有時候要維護 改筆費用 燃心道種菜還在規劃 讓騷員變田園 已經如火如土展開 可是行政又一筆 改變台北 要讓整個城市都能種菜 這是李世堅 黃圓圓 彩方報導